行政院會上卓葵排版通過 一百一四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入歲出都達到三點一兆 雙雙創新高 其中各項支出 以社福編列八千三百一十億元 占比百分之二十六點五 位居第一 其次就是教科文化支出 再來就是經濟發展 國防支出則編列四千六百七十四億元 占比百分之十四點九 位居第四 我認為是相當具有宏觀 資金率相當高的一個預算 南岸局勢緊張 當然得強化我國國防 明年度除了國防總預算外 加上特別預算等 國防整體經費來到六千四百七十億 相比一百一十三年增加四百六十四億 占整體GDP百分之二點四五 創下歷年新高 用來採購新式戰績外 還包含無人機預算 至於潛艦量產預算 也有望納入其中 潛艦預算的計畫 現在還在審議當中 會不會達到GDP百分之三 那我想那是一個 期望達成的目標 不會去跟其他國家 做軍備的競賽 另外明年度總預算 也將撥補台電一千億 勞保一千三百億 健保財務三百三十六億 除了增額負擔健保費 賣政府上任後首次編列總預算 期盼對內打造健康台灣 對外增加國防戰力 三順周知識上台北採訪報導 對外增道 這個大小月後 都可以放下